完成数据案制作 这块应该没什么了 咱们就可以来实际的给大家演示一下了 在这里啊 咱们还是先进到咱们的一个当前目录下 当前目录下呢 我们rlc一下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样一个face rmdb.sh吧 所以说一会儿呢 我就要执行一下这个脚本文件 执行这个脚本文件的时候啊 它就会帮咱们进行一个数据的制作了 怎么样执行呢 在Linux下直接sh一下当前的这个脚本 它现在会报一个错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错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执行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现在报了一个错吧 报了一个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了这个rlcdb数据员了吗 如果说你当前是存在这个rlcdb数据员的 它就会帮你报个错啊 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 所以说当咱们制作数据员的时候 每次制作数据员 它的位置是不能一样的 它不会进行一个覆盖的操作 咱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东西啊 制作的这个rlcdb数据员它有多大 我们看这个像里边很大吧 是5点多g啊 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制作数据员是非常大的 速度呢也可能稍慢一些 我先把它进行一个删除啊 先把它删了 然后咱们再执行一个相同的操作 好现在它是不是进行一个操作了 我们看先它是创建了这样一个rlcdb吧 把这个文件给它文件夹创建出来了吧 刚才我是给它删掉了 所以文件夹里呢就有这两个东西啊 咱们不需要管这样的东西是什么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夹给它制作出来 那么其实啊 我现在是一个虚拟机啊 它制作是比较慢的 如果说大家是一个服务器 或者是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台式机啊 它制作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看首先它是怎么制作的 第一步先把咱们的data进一个suffer吧 根据tlt里吧 它不会按照咱们tlt的顺序啊 给它就是制作数据员 先进行一个洗牌的操作 把让这些数据啊 进行一个随机的分布 然后呢会告诉咱们啊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数据 这里啊 咱们是一共取了不只是2万多啊 刚才写错了 一共有33,33532张数据 这个还是只是一个训练文件夹 那么其实的数据啊 咱们加起来大概是有4万多张吧 咱们的训练数据大概是3万多个 然后呢 测试数据啊 大概8000多个 一共呢有8万来张吧 现在的制作的速度啊 还是有一些慢的啊 从1000 2000 3000 它一会儿呢就帮 哎呀 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啊 这块出现了一个 内存不够了是吧 我需要先做这样一个事 我需要先删一些东西 我把咱们的回收杖 先清空一下 再把这个删了 这个空间已经不够了 因为我给这个 我给它分布的一个空间啊 是比较小的 我把它删了 清空回收站啊 我看一下这个东西 有没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我都给它删了 这个我也给它删了 啊 这个TES的出现盒 这个我也给它删了吧 这个也给它删了吧 咱们还得重新制作一下 刚才不够了 可以说啊 就是说当咱们制作数据的时候啊 它这个数据量还是蛮大的 通常情况下咱们这个 之前啊 我在使服务器的时候 我在公司使服务器 是有一个4T啊 4T的硬盘啊 我是生生把这个4000G 全也干没了 主要都销在哪里了 就是这些数据源啊 这个数据源特别占地方啊 咱们现在想一想 3万的数据 它大概是一个 大概加起来是有个7G左右的 要占7G左右的RMDB 那么7G是RMDB 然后原始的呢 还是有几G 加起来可能就是一个10G了 对于一个4万数据来说 那么通常啊 咱们训练数据动不动 就是四五十万 甚至七八十万数据啊 那么动不动一个几百G啊 咱们随随便便就可以给它用完了 还有哪儿不要占数据啊 这个model里 咱们训练一个模型啊 如果说你使用的网络结构是比较大的 参数比较多啊 它一个model啊 动不动几百兆是非常正常的 咱们一个模型 甚至要存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model啊 要迭代一个甚至30万 或者是50万次啊 在其中咱们要存很多很多model啊 这些model啊 其实占起来的空间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啊 如果说大家以后 要去配置一个机器啊 咱们也可以想一想 我要配这个机器啊 我的硬盘一定不能太小 咱们我觉得啊 一个最少也是一个一梯的 差不多两梯吧 最少咱们也得有个两梯的硬盘吧 这样能让咱们用起来比较舒心一些 如果说你的硬盘比较小呢 用起来会比较扎心的啊 动不动硬盘不够了 很仇人的一件事啊 然后呢 可能在其中当中啊 它会帮咱们说一下 咱们有一些图像没找着啊 没找着也不要紧 有一些图像啊 它可能出现了一些错误 然后没有给它 OpenCV可能在处理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错误 没有给它催促下来 这些啊 咱们都不要紧 丢那么几张图片啊 对于一个咱们几万个数据集来说 丢那么几个图片 根本就不叫事啊 咱们也不去注重啊 这个东西图片 为什么没有找到 咱们不管它 现在来说呢 已经处理出来了 一万千多张了 咱们再稍等一会儿 一共是三万多张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员啊 给它制作好了 它会啊 这个制作的时候 它会按照这样的数据来 先制作你一个 你训练的数据集 然后呢 再去制作一个 你验证的数据集 会把这个FaceRNDB 串RNDB 以及呢 VRRNDB啊 都帮咱们制作出来 咱们在这儿啊 也可以写一下 我们要制作RNDB数据员了 制作数据员 咱们直接一个SH 一个XXX吧 DRSH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脚本文件吧 不写XX了 大家可能忘了 SH一个脚本文件 就可以了 数据 LMDB脚本文件 直接执行它 它就会帮咱们制作这个数据员 制作完数据员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员 去训练网络了 26000张了 其实来说 还是比较快的吧 我这个虚拟机啊 因为我这个虚拟机 是一个 本身这个笔记本啊 配置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为了给大家演示啊 我没办法连到那个服务器啊 我连到这个服务器 它就没有这样一个画面的操作了 只有这个命令行 我是觉得啊 就是说 大家光看这个命令行啊 可能看的并不是很直观 所以说啊 没办法 只能用这个虚拟机啊 来给大家演示了 好 三万多个了 一会儿呢 咱们这个训练啊 也是拿虚拟机进行训练啊 拿虚拟机进行训练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头疼的事啊 大家有条件啊 还是推荐大家 配这样一个台式机 配一个台式机啊 一个成本大概带多钱呢 我觉得啊 可能是 如果说你还想配一个GPU 还是差不多点的 我觉得一万 肯定是打不住的 通常啊 得是一个一万往上 一个一万到一万五之间吧 如果说大家想配这一个 差不多点的话 你要配置一个一般的情况下也行 配这个一般的 我觉得七八千吧 也得是个七八千吧 要配置一个一般点的 那我建议啊 有条件还是配置一些好的 那么没条件怎么办呢 没条件啊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工作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申请啊 如果说你还是学着 在学校没办法去负担起 这样一个这么高的一个 价值的一个机器啊 你可以找一些实习嘛 你找一些实习单位 然后你去实习单位 然后去做这些事儿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单位也会给你配置这样一个设备的 所以说啊 大家怎么样去有这个设备 就是看大家自己了 现在呢 这个我们看啊 现在的一个训练的数据集已经配置完了吧 训练的配置完了 咱们现在在制作这个一个VR的 validation的一共有8000多张 马上它就要完事了 啊 这个数据集先会帮咱们显示多少张图像 然后进行一个shuffer 这里啊 咱们现在演示的是一个制作 嗯 就是现在演示的是制作一个分类的数据集 咱们是用RMDB 但是呢 咱们如果说要做一个回归的问题来说啊 咱们通常就不用这个RMDB了 对于回归算法啊 就是说 咱们是一个多label问题 或者说 咱们接下来是要预测坐标 或者是预测很多很多label值啊 咱们就不用这个RMDB了 RMDB啊 通常情况下 它是做一个单label 什么叫单label啊 就是一个样本 最终呢 它只属于一个类别 就是说像这样一个经典的分类任务 它是带这样一个 要么是0 要么是1 要么是其他类别 咱们就用RMDB 如果说后面是一TD坐标 X1Y1 X2Y2 咱们要预测坐标值啊 咱们就不用这个RMDB了 而是用这个HDF5 在我的一个就是 我还有一个制品啊 就是一个卡费的教程吗 在那里边还会给大家讲 那个HDF5啊 它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这里啊 咱们就先 哎 这已经制作出来了 咱们来看一下 制作完之后 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Face XRMDB 它是有一个 2.5G 5.2G啊 跟原来一样 还有一个Face VR RMDB 它都是有大小的 说明咱们的数据员 已经制作成功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制作完数据员 它的大小都是很大的 咱们制作完之后啊 也需要看一下 大小啊 文件是很大的 咱们制作完之后啊 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文件夹很大啊 说明这个你是制作成功了 如果说这个文件夹呢 还是没有空的 那么说明你制作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到现在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数据员的制作 接下来啊 咱们就要进行下一步了 咱们要训练这个网络模型了 咱们限制作成功了